我95年的时候,我记得我做出的决定,我自己跟自己讲,我可能改变了自己一生,一辈子所从事的思念。 而今天,我想把大家请过来,跟大家共同看到,以后至少五年,十年,我们要做的事情。 那么阿里巴巴我们将做成怎么样? 我想,从黄业的时候就提过,黄业所要瞄准的对象,不是国内在门,而是国际在门。 我们所谓的竞争对手,不在于中国,而在于美国的归国。 如果说第一个,我们把阿里巴巴定位,就把它作为国际战略,我们办法的地方是国内战略。 第二个呢,我想就是,我们要学会硅谷人的一种平静。 如果说我们是早上八点钟下班,五点钟,八点钟上班,五点钟下班,这个不是搞高科技。 这个绝对不是我们阿里巴巴的什么。 如果我们有这种精神,反正我上班,八点钟上班,五点钟下班,都没,赶紧去其他地方。 人家美国人强就强的硬件,强就强的系统计划,这方面绝对你不知道。 但是玩信息完凡的,中国人脑袋绝不必定长。 我们在中国所有人的脑袋绝不必定长。 这就是我们敢跟美国人斗的系统,我们绝对敢斗。 如果我们是好的team,好的团队,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想做什么,我们想干些什么的时候, 我相信我们是可以一个党的,一个党事。 我们能够赢政府机构,我们能够赢其他很多的民营企业,大人工企业的时候, 平时我们的精神,我们的意识,我们的创新概念,以及我们的平静才能去斗。 否则的话,跟他们是什么区别的,都是往前冲,一直往前冲,团队精神是非常非常在往前走的事。 上半,我们还有团队,我们还有这么把人互相支撑的, 如果让你一个人今天说,三月份,你一个人到工,出去唱,你是有点慌。 因为你的年龄段,你现在找一份工作,在杭州找一份工作,三四千块钱每月的工资,你拿得到。 但是你缺乏,你不会有今天这种恐慌干净,这种创临,三五年以后,你还会再找新的工作,你还会再。 但是,这种团队有一种床的,黑人之中一起哀嗦,一起喊,我会觉得,喊叫上往前冲的时候,你什么都不慌。 你拿着大刀,往前冲,生气就往前冲,有什么好慌呢? 美国的雅虹的上市,Amazon的上市,这一系列公司的上市,保持我们在想,英格兰是不是已经到了顶边,我们是不是已经做到差,我们再跟下去的话,是不是已经太晚了。 所以大家可能今天到这里来不横期,都在想,我们这么做下去,前途在哪里,有没有希望,玩下去,玩了个什么的东西出来,我们有可能会变成一个什么样,大家可能都带了,而且我们的基础,上去以后,我们的好处在哪里。 谁都知道,英格兰是个泡沫,我刚才讲的危机感觉,英格兰的泡沫现在越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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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什么时候破,然后把股票掉了,EB股票会涨,那么有一天EB股票涨了以后,可能阿里巴巴社区的股票涨,所以不要担心,我觉得英格兰这个梦不会破,这个泡沫不会破,我们为后面的三五年所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残重的,只有这样的残重的代价,才会赢得我们未来的区别的成功。 那么,目标是2002年,阿里巴巴社区,爸爸99年必须破坨而出,你们要定个时间感,因为如果99年我们再不破坨而出得到2001年,我们就可能吸引不大了。 一个单程度上升的是我们所有美贵的,在为了三五年内所付出的所有的代价,这时候你们所获得到的,或是这一块房子,而是我们是他这样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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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